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黄延珍 就居於廣東東莞的東莞市光鎮實驗學校 從這次的來自主播影呢 從第一天開始的緊張 然後到第三天 這樣子可以多多大方的站在 站在這個 站在這個TVBS的鏡頭下 我認為自己的就是改變真的是非常大 從第一天的電體簡報 教我們如何在30秒之內 快速簡潔的把自己要表達的東西概括出來 然後再到表達七龍珠 用Sandwich的方式 把我們各種各樣的方法歸類 就是做到不會缺點漏點之類的問題 然後呢 夢想藍圖 從一開始寫那個稿子 從一開始的 不知道怎麼寫 無從下筆 可能連幾秒鐘都編不太出來 然後到後面第二天可以直接就是 可以就是念出兩分鐘的一個我的夢想 我覺得就是一個非常大的改變 然後第二天 第二天我們就是先學了那個套參試說話 教我們就是如何把畫的開頭中間還有結尾就是 有這個框架可以把它用得更好 然後呢就是讓自己的畫更對比來說更有那種說服力吧 然後我們就學到就是如何就是面對鏡頭的時候呢 我們該怎麼做 就是比如說不要亂晃啊 然後眼睛 就是如果台下很多觀眾的話 就可以多看一下大家 多跟他們有一些眼神的交 一些那個接觸 然後呢可以適當有一些手勢 然後可以增加一些對觀眾的一些互動感 然後這也是我認為我學到非常非常不錯的地方 然後第三天就是進TVBS這個地方 我也是第一次進到這種這種大場面 然後也是第一次就是看到 經常就是在新聞上看到這些主播 然後都沒有這個機會去見嘛 然後就是在線下看到他們有一種 有一種看到自己哇 就是平常電視上看到那種有一種偶像的感覺 就是非常崇拜他們就是非常的厲害 然後呢然後也教我們就是如果面對 就是有臨場反應應該怎麼做 出了錯就是不可以停頓 然後冷靜沉著的面對它 然後千萬不要去就是放空 然後說啊對不起對不起就是這樣子 千萬就是不行的 然後到剛剛的到最後的那個 在鏡頭面前就是講就是講一則那個新聞 然後呢剛剛開始上台前的時候 真的是就是非常緊張 但是呢就是就是想到那個 之前教的那個四七八呼吸法 然後讓自己的心就是慢慢冷靜下來 然後呢專注去想一些詞不要想說 哦多大鏡頭面對自己有多可怕那一種 對謝謝 謝謝 謝謝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